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返台 但并未被媒体拍到 5月10日 据悉台媒报道称 凯勒爸妈因为担忧她 在5月7日悄悄上山前往道场 为女儿报名点灯祈福 并且打算参加今天中午的祭改仪式 祈求神明帮凯勒斩断烂桃花 让她彻底断开小猪 迎来证援 道场人员表示 七星灯一盏要价4900元 需要连续点购7天 台媒在现场询问道场人员 有关凯勒父母是否在7日 有道场帮女儿报名点灯 对方透露台媒当天第一次来参拜 两老看起来打扮朴素 非常低调 仅仅询问了报名程序后 便留下女儿相关资料就离开了 没有跟人多交流 他们也是后来看新闻 才知道两人是凯勒的父母 于是记者从中午守到下午 但仍然没有等到他们两人的身影 寺庙工作人员还晒出了 为简凯勒点灯的资料 上面清晰地写着她的名字 罗志祥在母亲节前夕悄悄地回到台湾 并没有引起记者的围堵 加之阿娇和赖红国离婚事件的爆发 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两件事情之间有着什么关联 对于记者会 罗志祥的经纪人透露不会再开 也就预示着罗志祥还会有着重新复出的那一天 纵观整件事情发展到现在 周扬青已经恢复到昔日的状态 罗志祥则专心地在台湾隔离 而简凯勒从道歉到现在一直神映 虽然有着媒体曾爆料她 求罗志祥放过 且想要罗志祥为其保住余百的主持地位 但罗志祥至今没有做出什么回应 台媒传来消息称 简凯勒的父母因为担心女儿 在前几天二老亲自前往杨弥山江泰公道场 为闺女点燃七星灯祈福改运 还替她报名了为期十日的七星灯大法会 在七星灯下有着众多的祈福福文 有媒体寻找后发现简凯勒的福文赫然在列 一名叫李罗的男演员前些日子刚好受邀担任了主教师 也是她为简凯勒点灯祈福 但是报名至今 简凯勒的父母还未曾现身 据江泰公道场的工作人员透露 自己没有和二老有过多的交谈 凯勒的父母是第一次来祭拜 二老打扮十分朴素 也很低调 而且只询问了报名程序后 留下简凯勒的个人信息就离开了 而自己并不了解二老的身份 直到媒体来采访报道才知道 原来简凯勒也是法会的灯祝之一 据悉 七星灯需要连点七天 按日计飞 凯勒父母此举是为了祈愿神明 帮助简凯勒斩断与罗志祥的桃花园 从此走上正轨 道场主罗志兴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心诚则灵 并祝福简凯勒能够度过这一难关 除了早年间在综艺节目上 透露对罗志祥的爱恋之外 简凯勒的爸爸更是曾在节目中 询问罗志祥何时下聘礼 没想到的是这句话成为简凯勒致命的证据 有感亏于女儿 所以简凯勒的爸爸才有着这一做法 不得不说在父母的心中都是疼爱孩子的 不管孩子做错过什么 据悉凯勒连日来都躲在爸妈家中 足不出户沉淀心情 有人之前受访透露 他对小猪始终没放弃 不但一心想要被扶正 还哭盼小猪帮忙保住节目饭碗 如今看到爱女为情所困 凯勒爸妈的难过失望不在话下 但劝女儿也劝不听 束手无措下 只好求助神明 希望女儿能快点清醒 看后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而已经回台的小猪并不打算召开记者会 目前也正在隔离中 据台媒称 她回台前已跟电视台打过招呼 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一时的道德瑕疗难以撒动她的主要地位 凯勒也能继续装美式靠她生存 毕竟观众向来健忘 二人最坏还有综艺节目能够依靠 不过这一辈子恐怕都很难摆脱渣男和小三的标签了 但愿凯勒的父母的一片苦心 能够让女儿早日走出情商吧 对于两人的未来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他们还将会在余白打拼 毕竟这里是两人梦开始的地方 作为东家的余白 亦是在近日公布消息称 存档会在六月底播放完毕 也就意味着罗志祥和蒋凯勒 还有这一个月的时间喘气 到时候谁能留下就可以有结果了 罗志祥出轨事件被曝光之后 至今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是这件事罗志祥应该怎么处理 才是事情的关键 处理好了 可能还能回到娱乐圈当中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那么他的演艺生涯应该就到此终结了 一直有消息传出 罗志祥会在这个月出面回应 但是罗志祥一方并没有回应此事 而因为周扬青爆料前男友罗志祥 小猪与旗下艺人凯勒不正当男女关系等 重创小猪形象 凯勒插足等小三 尽管发文道歉 形象也难洗白 随后凯勒代言的保养品牌 宣布与他终止合作 另一个他代言的内衣品牌 合约到期后也不会再继续合作 之前因为凯勒形象甜美配合度高 在台湾地区向来是广告宠儿 与他合作多年的内衣品牌 目前仍可看到凯勒的照片 有记者致电品牌公关部门表示 双方合作已在去年12月31日结束 肖像权则使用到今年6月30日 由于公司政策关系 原本就没有要再找代言人的打算 因此没有继续跟凯勒许约 也不会再合作 怕明星负面连累品牌形象跟着受损 这也是品牌的正常想法 马上撤广告 删除一切跟负面明星的关系 也是常规操作 省了网友主动打上门来 更不好收场 现年37岁的凯勒 早期一直做主持工作 因为娱乐百分百的关系 与罗志祥相熟 2014年正式签约 罗志祥旗下的经纪公司 成为旗下艺人 近年事业屡创佳季的他 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婚姻介入罗志祥和周扬青感情 前途净毁 事后虽说罗志祥与他 皆公开向周扬青道歉 然而依然无法平息公众怒火 形象难逃触敌命运 不过也因为他们的道歉 网友反而更加相信了 罗志祥和凯勒 恐怕还有更猛的料在周扬青手中 不然也不会这么低调处理吧 早前凯勒参与徐希帝 蔡康勇主持的 《花花万物2》节目的时候 他带主持人参观自己的房间 展示出了各种名牌包包 当时他就直言不讳地表示 这些包包全部是罗志祥所送的 由此可见 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两天因为Twins成员阿娇被曝离婚 由于他才结婚一年多 所以一时间网上全都是关于他的消息 也因此有网友调侃 阿娇是来替罗志祥党热搜的 之前罗志祥原本接下了创3等三个节目 都因为这件事可能被幻觉 虽然节目都没有正式公开 但网上爆出吴亦凡录创3的照片 传出吴亦凡将取代小猪的导师席位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吴亦凡 陆寒 黄紫涛合体的画面 一定很受欢迎 虽然消息还没确认 但网友们已经开始感谢罗志祥 这让他的处境十分尴尬 据台媒报道称 罗志祥原本定于5日 在内地举办道歉记者会 向周阳青和被自己欺骗过的女性道歉 但因为时间过于仓促 所以决定延期 还被曝出除了公开道歉 宣布会无限期停工外 还会和简凯乐解约 抛弃简凯乐保事业 希望可以解除事业危机 即便是被内地除名 也可以在台复出 之前曾有传闻 罗志祥很可能在母亲节前后出现 向天下所有的女人道歉 而且很可能寻所谓的陈冠心模式开记者会 但后来罗志祥经纪人否认了此传闻 所以当媒体传出 罗志祥将会抛弃简凯乐保事业 网友们纷纷讽刺罗志祥不如陈冠希 据了解 之前罗志祥还在社交平台 回复内地网友说 等我回来 看来是有心在回内地工作 而受牵连的简凯乐本来就不但红 受到负面影响更大了 为了帮助女儿改运 近日简凯乐的父母被拍摄到 一大早前往阳明山点灯求改运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所以有网友表示 比起罗志祥 估计简凯乐才是真正被此事毁掉的人 从阳明山相关信息中可以看到 简凯乐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大殿道一的16号 看来情况属实了 据悉 简凯乐作为罗志祥公司旗下 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艺人 如果简凯乐此次能够改运 不知道罗志祥会不会因此放弃 抛弃凯乐的打算呢 所以说 罗志祥丑闻中 简凯乐才是那个被毁掉的人 一点都不为过吧 他不仅前途近毁 估计就连以后的人生也会背上沉重的阴影吧 谢谢大家大家的一位 我会见到这里 我会见到这里 你有没有什么事 你认为是有个人的 我会见到这里